好 現在胃腰案真的是讓所有的家長們 非常的恐慌 風聲鶴唳啊 拜託你該查一個都不要放過 你要的流向在哪裡 我全部都支持你 麻煩把它講清楚 但是現在最關鍵的事情 你新北要求零檢出 要陰性什麼 那為什麼高雄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你就說數值差一點 不會對身體有任何的影響 這一點我是真的看不懂 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是民進黨的綠名嘴被指控 尤其是國民黨這個地方 覺得說你們怎麼會是雙標呢 我們來看到是新北幼兒園案 他說檢驗全陰性 沒消到 名嘴就說了 如果嚴重超標會導致大腦發育不良 失智症風險比一般人高出一百倍 恐懼訴求就在上面 而且我跟你講 不要只看陰性 陰性沒有用啦 而是要看實際的臨床反應 要求零檢出 難道錯了嗎 所以才會有直譜宜 這樣的一個事情 你這陰性是沒有用的 這數字完全都沒有 我才會安心 好 那高雄不是有沒有 之前這個最近的新聞都有被爆出嗎 有四個醫生也不當用藥這件事情 那現在有至少上百名的幼童 也吃下這個藥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人 他怎麼說 他說高雄醫違規用藥 單月份有百餘的未成年吃下肚 那經查受害者服用的劑量不多啦 風險很低 一個月後可以完全代謝 不會留下後遺症 這個跟這個你覺得是兩個人會講一樣的話嗎 就完全不同嘛 你前面這麼高標準要求新北幼兒園案子 你現在高雄發生這個案子 你就說風險很低啦 量沒很多 而且最關鍵就是一個月 你吃飯好好睡覺就會流掉 都沒事啦 那還要說什麼 他說感謝高雄市政府快速處理 兒童健康再度升級 陳其邁你好棒棒 所以藍同批民進黨與衛福部 會不會太雙標了呢 好另外呢 除了這個新北市跟高雄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縣市 被發現說有對這個孩童來用藥 是什麼藥呢 就在宜蘭縣 好宜蘭有補習班 疑似有這個沒有醫生的處方簽 就算是提供學童使用利他能 好利他能代是什麼 就是你有一些過動症的小孩子 好那你沒有辦法坐得住嘛 會覺得很焦躁啊 很過動啊等等 你吃一點藥會讓你比較 抗脹下來 比較平靜一點 但沒想到他竟然把這個藥呢 給這個補習班的學生吃 那吃多了會使中樞神經系統 過度刺激 產生嘔吐 焦慮等症狀 那補習班的負責人也有說 其實這件事情是家長之情 讓孩子去用藥 而且每次用藥 我只會用四分之一的微劑量 效果就很好 那衛生局現在也說話了 哇這個藥這樣子留下去 大家一定會很恐慌嘛 他說利他能是屬這個 第三節管制藥品 負責人不具醫師資格 設為醫師法 所以他們要去查 他們要去開法 好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昨天也有談到 這個衛福部長薛瑞源被大家問說 你要不要全台的這個藥啊 本巴鼻涕等等啊 這些藥品 你要不要去查清楚 到底有哪些醫生 沒有這個違規用藥呢 他說不用啦 有需要就去查給各縣市自行來決定 你看現在出事了 一來也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不是嗎 那你現在薛瑞源一句給各縣去查 那不就是在甩鍋嗎 來四剛 現在兩個是雙標嗎 完全雙標啊 還記得三個禮拜前 新北市餵毒啊 有沒有全部都是餵毒 小朋友餵毒 我看的很差一往 哪個幼稚園老師這麼惡劣 還去餵毒給小朋友 然後後面就一陣胡亂打 然後就是亂拳打死老師傅啊 這個猛虎難敵群猴啊 所以呢不然是假數據 假資料 然後整個就把它淹沒了 好像感覺都是新北市的督導不利 新北市的幼保員 餵小朋友讀 新北市在處理上面怠惰 但經過三個禮拜 真相開始慢慢大白了 那我覺得侯瑞也這個就衰 很多民調還剛好就是上個禮拜做 剛好是大家呢 未讀案的 未要案的最感到憤怒的時候 他的民調因此低下了五七八個百分點 我覺得整個民進黨對這件事情操作 他算盤打一打 他是覺得值欸 還是值的 我賺到了 我黑該黑你的黑啦 政治上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那至於說後面那些家長 跟幼保員的問題我攤攤手 哎呦各縣市自行處理啊 不干我的事啊 你看整個衛福部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政治操作啊 王碧勝不是之前還講說 全國一起來對不對 後面又說你新北自己處理 感覺只針對新北啊 好像你新北就是一個 胃毒胃藥就出問題的一個縣市 但是後來宜蘭也出現了 高雄也出現了 高雄出現之後 高雄市政府還沒有對 到底是哪一個診所出現這樣子問題 給予很明確的一個公佈喔 還導致其他的診所被誤認 導致生意這兩天一落千丈 害了醫生三番兩次出來 曾經說這個開錯藥的不是我 所以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 普遍性的醫生開錯藥的事情 那誰要負責 衛福部啊 你這種醫師是在管啊 你相關藥品的管制 藥品的用量 很多的指示 事實上就是你衛福部的事情啊 你雖然應該那時候站出來說 告訴醫生說 兒童的用藥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劑量 什麼樣的藥 是要不能用的 是禁用的 劑量是給大人的 那也許有些醫生 特別是老醫生啊 這不是說那個 有一些過去在開藥的時候比較重 也許是因為讓希望病情的 趕快就穩定下來 或讓小朋友發燒太久 家長會擔心 所以也許某些醫師的藥 用的比較重 在這時候你學員就有責任贊助來說 以後醫師用料指示如何如何如何 必須做改進 而且要求各地的衛生局的 去加強督查 這事情就了了耶 就結束了耶 但現在變成說 你幼保員跟家長之間彼此不信任 那我請問你哪個家長 中午還可以趕回去餵藥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管是薛瑞源也好 陳建也好 要出來跟大家道歉 就你政治操作過了頭 來 旺澤怎麼看 對的確是政治操作過了頭 薛瑞源說有需要就去查 給各縣市自行決定 奇怪了 當時侯友宜在發生那樣情況之後 新北市的那樣情形之後 你薛瑞源怎麼不講這些話 你民進黨那時候怎麼樣 請全黨之力 民進黨黨團 立願黨團每天開記者會 批新北市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我們後來罵過頭 罵過頭變得怎麼樣 學校不敢 拖廁所不敢去餵藥了 對 家長你必須要自己中午請假來 小朋友要餵藥 因為大家也知道 幼兒園是這樣子 一個感冒 很多小朋友都會跟著感冒 那你老師現在變得不敢餵怎麼辦 只好家長自己來餵嘛 那現在在地方上 其實出現很多這樣的聲音 很多怨言就是說 為什麼變成說 我家長要自己跑去餵藥 我給老師餵藥不行嗎 就是因為你民進黨打過頭了嘛 來 林桃 你怎麼看薛瑞源的這一些話 明明現在連宜蘭都有被查說 你還不要各個縣市趕快查一查嗎 其實我每次看到 衛福部薛瑞源跟王必勝出來 我就覺得說太好了 幫民進黨扣分 大家還記得去年11月 在陳時中要進行辯論的前一天晚上嗎 薛瑞源 王必勝 這個直接進去 這個陳時中的競選總部 在討論攻防的策略啊 所以你看到這批人 基本上就是政治跑龍套 民進黨需要你出來講一些話 你就出來嘛 所以你看王必勝 基本上外界對於兩件事情需要釐清 第一個就是檢測的標準是什麼 第二個是陽性跟陰性的認定 在這兩件事情 社會都一直非常關注 可是王必勝出來是說 這個新北的家長好像有一點不信任 他基本上沒有回答任何的一個狀況 完全出來做政治操作 但是我覺得啦 現在整體的檢驗報告之後 已經還了新北一個清白 為什麼 因為幾乎這件事情是翻車事件 大型的翻車現場 怎麼說 因為剛開始這個昭明威 這個圖物網紅 所有民進黨的民代都跟這個昭明威 跟著他的背後講嘛 六十四後面誇號 那個是dash 那是未檢出的意思 那不是負號 那不是陰性 結果事實查核中心 昨天出來正式打臉你賴清德 正式打臉你趙明威 那個負號就是陰性 就是陰性 現在要出來講什麼 所以我說三件事情 是他們大型的翻車現場 第一件事情 零減出 那個負號就是尾陽性 有200那一刻以下 就是陰性 所以不是什麼未減出 不是要零 第二個 趙明威 半摔期 我看他出來上節目 半摔期就亂講 半摔期是這樣 幾個小時幾天亂講話說 二十幾天半摔期 倒就代謝掉了 所以身上一定不會有 有了一定是你胃藥 那個叫做背景值 干擾值 台灣臨床協會的理事長 朱芳葉已經出來跟你講幾次 你還要在那邊胡扯 第三個 他出來講說 只要有被胃這個本巴比托 就有可能失字100倍 這讓全台灣的家長 都造成一個焦慮 可是這樣子的焦慮 讓他們自己翻船 為什麼 因為新北市的小朋友 後來驗出是 直譜一驗出來是陰性 零減出 零減出 結果現在是你高雄的小朋友 用一樣的標準全部要清查嘛 現在發現有100多個 被餵這個相關的一個要務嘛 所以我說民進黨每一次 操作過頭就會翻車 我也不認為就是說 這件事情說真的啦 我認同剛剛也前面講的 前面確實我們新北市 我們的候選人被人設被打亂七八糟 但我說真的 因為民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到最後沉浸之後 就可以看出到底誰翻船 好這未要案對侯友宜到底什麼傷 其實是傷的 從最近的民調都可以看出來 現在今天旺子要帶我們看 又是最新民調 幫我們解析一下 對這個是今天最新的 中廣蓋洛普民調 可以看到目前的態勢呢 就是兩強一弱 目前就是賴清德跟柯文哲領先 然後侯友宜落後 那主要重點呢 我們要看細節 細節在哪裡呢 其實可以看到柯文哲在這個 這個年輕族群 從5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 支持度是最多的 這個是目前看起來 是在三組候選人裡面 50歲以下柯文哲是最多 那再來 候宜宜現在缺什麼 候宜宜現在缺的是 第一個 年輕人他支持度只有七八糟 對 所以說非常辛苦 再來是他年長者 可能對侯友宜也比較觀望一點 需要升籃票 需要升籃票 所以候宜宜現在面臨兩個問題 一個是這個年輕人不挺 升籃還在觀望 那接下來面臨到什麼進行 黨內的必須要趕快加把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另一份同一份分析可以顯示 光是賴清德他黨內的支持度 高達了將近九成 但是候宜宜只有六成左右 相較於民進黨 那民眾黨的柯文哲 其實也有八成 相當來說非常多 而值得關注的是 有將近兩成的國民黨 其實是柯文哲的 所以看得出來 候宜宜現在不止這個年輕票 可能需要加油 這個基本盤的鞏固 也是當務之急 史上哥我們不能一直再說 候宜宜民調低 我們要找解方出來 聽說你最近跟沈大佬通了一通電話 這個鑽石級的陣容是什麼陣容 因為沈大佬上個禮拜 不在某政論節目說 還要找這個郭正亮有沒有 找金輔聰有沒有 還要找這個王金平 OK 然後呢他後來我們就 我有上了一篇臉書嘛 意思說這個候宜宜呢 要先把藍的群眾找回來啦 因為藍的這幾個月 因為不但沒增加還減少 我覺得一個月前的時候 還有差不多接近七成左右 七成二三喔 你就一個月之內還跌了10%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他把藍營找回來 所以可能沈大佬看了這一篇 OK 那我就在節目上說 我覺得第四寶是沈大佬 為什麼 沈大佬對於很多策略 他想得很清楚 而且沈大佬出身綠雲 他跟郭正亮我覺得 最大的好處是第一個 出身綠雲 知此之彼 然後你也知道過對方的思考 邏輯是什麼 這跟你純粹只有懶得出來 那個思考我覺得不一樣 第二個我覺得沈大佬講 一個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很有價值 為什麼 其實國民黨啊 就衰到 現在就是為什麼開始衰 就是馬王政爭的 哈哈 這邊資深一點的 這些你們大家都有參與 你們都有參與馬王政爭 不是說你們有採訪了 從那時候開始就走衰路了 就是路就走得很歪了 那如果說清輔聰是馬英九 那個時代的首席軍師 熟悉策略空戰 然後呢這個王金平呢 是熟悉路地面戰宗教 地方各派系都熟 隨便打個電話 都可以找到關鍵人士 那如果說他們能夠合作 幫侯友宜的話 基本上就是馬王政爭的最終章 結束 這關於傷害國民黨 接近10年的這個馬王政爭 完美的結束 就是大家一起攜手呢 幫侯友宜爭舉 把國民黨政權的爭取回來 那這個不管是在你補選陣容上 是個鑽石陣容 而且在藍營的支持者心裡面 就覺得國民黨過去的裂痕 這一次真的把它整合在一起了 否則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過去因為某些的政爭 某些的事情 你不爽我不爽你 大家總覺得好像 沒有辦法真的融合在一起 如果大家今天為了國家的未來 然後一起幫侯友宜扶選的話 因為侯友宜過去 跟大家也都沒有什麼恩怨嘛 因為關係不是很深 所以恩怨也不會發生 OK 所以大家一起攜手 把國民黨拿回來 我覺得是美事一裝啦